新郎你一口我一口吃湯圓 期望團圓美滿 甜甜蜜蜜 但新娘子出面指控 這整場的好心情 都被婚紗公司破壞了 最重要的新密被臨時換人 讓他無法接受花錢受罪 原本新郎髮型有指定款式 成品卻像超級賽亞人 何需求不符 包套費用六萬九千八 新密一萬三千元 總價八萬兩千八百元 但業者款項只能退一半 四萬一千四百元 這數字被新人認為 根本是在觸眉頭 除此之外 新娘將店內婚紗照以圖搜圖 才發現好幾套婚紗不管顏色 裙白 款式色澤 網路上都找得到 而且幾乎一樣 懷疑是淘寶貨 但店家駁斥都是手工製造 不准他們上網發文 不然就會收到律師函 店家表示交由司法處理 不多做回應 結婚是人生大事 典禮上每個環節 都希望能妥當處理 否則一輩子的難忘回憶 都會被蒙上陰影 華日新聞綜合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 就算了